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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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来的特殊的三个家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人口特别的多 对 他们真是相亲相爱一家人 但是实际上他们又不是由血缘关系组成的家庭 是一种特殊关系让他们走在了一起 而且他们曾经都参加过我们节目 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所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把他们请到了我们现场 那么首先呢 先让大家看一段录像 我们先认识一下王宽老师一家人 请看录像 在原河南省玉剧团团长 著名玉剧表演艺术家王宽服务 不足110平米的家里 收养着六个他曾经长期捐助的孤儿 这些几年前还上不起学的孩子们 如今在王宽爷爷 王树荣奶奶 为他们搭建起的新家里 不仅适应了新的生活 而且培养了玉剧 契约等特长 临近春节 孩子们放假了 他们有了更多的时间 可以和爷爷奶奶一起去异舞演出了 今天他们要去看望郑州市福利院的孩子们 好 观众朋友们 那么坐在我身旁的呢 就是王宽 王老师 王树荣老师 你们好 欢迎把你们请到我们的沟通路线来了 很高兴 今天是过年代 首先给你们拜个年 大家都好 大家都好 刚才我们从这个电视屏幕上 我们看到现在的孩子气色非常的好 当初孩子们来的时候是什么样 当初孩子们来的时候可以说 上学的成绩很差 因为他们上不起我 起初点定的很不好 更贪不上他们的音乐素质更不幸 哎呀 来到这几年我感到孩子们的 学习土肥蒙紧 我的心情非常高兴 尤其是在去年里面中 孩子们的学习进步明显 孩子们一起职场 他们哥掌握了一门这个游戏蒙 学习的学得非常好 哎呀 他们跟我们 老两口搬走了无所词了 而且参加了无所词的演出 走到哪个地方都带到观众的认可欢迎 我的心情非常高兴 说不出来新华农坊了 另外呢 我们从去年到今年 我们四次到北京 参加中央电视台的节目 我们在中央那个 慎州大舞台这个节目 全国四个特别家庭比赛 我们全家得了第一名 得了第一名 今年八月份 我们有给美国波斯顿 那个四张对话 就是让世界了解你 这个节目做了也非常 也非常成功 也非常 那么我们问问孩子们 就是说刚才这个 你们的爷爷奶奶都说了 说是这个 你们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那么我想问一下 你们自己说一说 你们什么时候最开心 谁告诉我 好 就是云旦节时 爸爸开着车 我们坐着爸爸的车 去科技馆 去科技馆参观 还有谁 来 我们能在舞台上演出 能演出 感觉到特别的开心 还有谁 我们奶奶领住 我们到福利院 看望那些孤儿 我们感到很高兴 那么王老师 就是说这个 您收养了这么多的孩子 因为知道在经济上 一定是非常的 这个 不宽松 那么我们原来知道 就是说您为了 抚养这些孩子们 一直到这个茶楼去唱戏 现在还去吗 现在还去 每天去 还是没有间断 没间断 我要把孩子们 要真心事意地 要养下去 我在茶楼唱戏 搞这个社会演出 我要唱起地 唱下去 直到我们开的成餐 另外 我还想说一点呢 就是 我们虽然为社会 做了这么一小点点的事 但是 还是得到了社会 很多有爱心的同志 对我们家的帮助 尤其是我举一个小例子 你想这个 有一个就是 修理这个煤气造的 好像到我们家 去修理煤气造了 我是打电话 邀请他来的 结果他说 你们家的这么多小孩了 我就跟他说 这都是我养了孩子 结果他知道以后 就说 这个人姓妈 今天也来了 姓妈 你好 结果 他知道了以后 说不但不要钱 并且说 王老师 以后你们家什么坏了 就打电话来 我是无伤上门服务 所以说我们家 他又去了几次了 给我们修理这 修理呢 看一位老师 从北京来的 这位老师姓 姓朱 就这位老师 你好 他是 他是看到报道以后 他怀着 半信半疑的态度 说做一个艳院 说这么多孩子 不可能吧 就报道这样一个想法 来到了我们家 后来到家了以后 他一看 这是世事才才的东西 世事才的故事 真真切切的史诗 他感动力流泪了 他说王老师 我乘号书家不走了 我教孩子没一段 他在我们家 给孩子们呢 通吃通嘟 每天教孩子 这样吧 王老师 正好这个朱老师 也来到了现场 来 你好 欢迎你 您请坐 我想问一问 就是说 你是在什么地方 看到了这个 王老师这个报道 我是在北京 那个中央三套节目里 我正好放着暑假 来到郑州 因为我暗下是郑州的 我当时 我到王老师家看一看 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看是不是什么回事 结果来到以后呢 真的看到一帮 这个世事在大的 这个真真切的孩子们 在这个一个 并不宽裕 和并不富裕的家庭里面 这个生活的 这个情况以后呢 我当时就很感动 我说王老师 正好我暑假 我不走了 我也尽我一份 郑州老师的责任 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呢 这个王宽老师呢 他们两个都是著名的 玉局表演艺术家 那么刚才我们也 从屏幕上看到啊 他所养的孩子啊 也都是吹拉弹唱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是不是 请王宽老师一家 为我们表演一个节目 好不好 我她们有一个小责任 我一家闪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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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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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家山 皇过了余加山 那一块是文化 你和我一句老话 这块的重的是什么状态 这块重的是不知 那它重的是我管 我知道这一块是你 不用说那一块是笔话 那不是笔吗 那是笔话呀 伙计们 这大伙计来办社会老爷了 我伙计来 七八道 八个清家教 清家教 做着 selber 烫、清 Paula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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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都做 都做 新家木丹坐下 咱俩说说知识话 种做做的都做 新家木丹都做下 咱们随便来啦 孩子你等下 尝尝他一般的瓜 自从孩子离开家 直到你心里长牵挂 竹马儿没有待妹子 世界广望他离开家 你等我离开一开啊 我见什么孩子 做了一套新普改 新链新表新的画 这么多年 一字腹板都没有打 你打了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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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真是没有想到 孩子们说 奶奶头一天晚上就跟我说 奶奶明天你过生日 我们几个在一块商量了 要送给你个礼物 我说送过什么礼物叫我看看 不能让你看 明天给你个惊喜 结果那天 孩子们就把这个 结果送了个这个礼物 我当时真是满脸都流着泪 我说又高兴 叫一心给大家念一念 他这个英语我也不认识 孩子们也学会了这个英语 叫一心念一念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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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话筒 来 拿着话筒 念一下 Grandma and Grandpa Happy New Year Happy Birthday to you 奶奶和爷爷 祝你们新年好 祝你生日快乐 敬爱的奶奶 今天是您的生日 我们兄妹几个想了很久 想出了要给您画一幅画 我们知道我们画的不好 但是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听老师说过 送给家长的礼物 要自己亲手做的 所以我们就给您画了幅画 希望你能高兴 祝您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心想事成 寿笔男生 向口常开 越长越年轻 也祝您的希望艺术学校早日办成 编写原钱梁 设计汪文 图画汪心 海波海龙 文圣钱梁汪文 汪心 祝奶奶 生日快乐 一位医生却当上了个体户 一个发明家却在山海搏击 速度行业的大人物却认为 自己只不过把握住了一个小小的汤圆 用卖洗衣机的时候 我都用上洗衣机了 就是用一个大铁桶 不用你过多的宣传 只要你用最原始最简单的一种销售方法 好不好你尝尝看看 使我们中国的传统视频走向世界 云霄传奇正月十五播出 敬请收看 刚才听过王宽老师的故事呢 我想大家应该有感受 他们两位老人把自己的爱心奉献给孩子 孩子们又回报给他们 进行了爱的接力和爱的传递 应该说爱是没有国界 是没有边界的 那么贝尔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他们从美国来到了我们河南省 龚义是在这里办了一个希望之家 那么贝尔先生先给你们拜个年 过年好 我们那次做节目 贝尔先生那个孩子才有三十多位 现在这个希望之家有多少个孩子了 那么这些孩子 现在年龄最大的多大 最小的有多小 那么这么多的孩子 贝尔先生一定很辛苦 那么到这个春节的时候 我知道我问贝尔先生在这儿 过了第几个春节了 在我们中国 四th 这个是第四个新年 在中国过了 过年的时候 如果孩子这么多回家 他会不会很孤独 那你那个孩子们回家的时候 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要那么回去呢 他完全可以留在你身边啦 那么这个春节我们中国有个习俗要吃饺子 贝尔先生会包饺子吗 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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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n't think so I think if I made it it would look like my foot and not like an ear 那么贝尔先生跟孩子们在一起 孩子们有时候 也不是所有的时候 都很听话 他什么样的事情 他是不可以原谅他们 什么样事情 觉得还可以原谅 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说服他们 there is no situation that we won't forgive their mistakes sometimes it's hard to forget them but we should always forgive people 那么我们今天看到贝尔先生的夫人 一尊 说在他旁边 我们上次来没见到他 那么这个 我想让您评价一下您的丈夫 i would say he's the most amazing man that has ever walked the face of the earth wow i need some money here it's true it's true everything he does everything he does he does from his heart he does it because he wants to do it and there is nothing he cannot do 那他为什么害羞刚才 why are you so shy well you want me to start saying nice things about you and see how long it takes you to blush 那这个贝尔先生那个 跟孩子们在一起 而且我觉得他一定很快乐 那么这个 在孩子们当中 有些孩子特别小 我们刚才说的最小才六个月 那这些孩子他是怎么照顾的 well we have a real good staff we have some wonderful house mothers that have a heart for the children and that take care of these children like they're their own and they take a lot of work from us they help us tremendously we could not do this by ourselves 那么好 这个说到这里呢 大家一定也想知道 贝尔先生在他的希望之家 和孩子们是一起怎么样生活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 请放 临近年关 希望之家处处洋溢着 温暖与欢腾的气氛 远离家乡为河南拱溢的孤儿们 建筑起希望之家的 美国友人贝尔先生 也即将迎来他在中国度过的 第四个春节 非常好 希望之家收养的四十个孤儿中 出了五个实在无家可归的孩子 贝尔先生还是极力促导其他孩子 回家和亲人团聚过年 今天是即将回家的孩子们 今年最后一次相聚了 很晚 贝尔先生我知道您现在这个身边已经有四十个孩子了 我不知道你希望你身边需要多好个孩子 将来需要把这个希望之家成为多大一个家 那么希望这些孩子将来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那么好 刚才大家已经从屏幕上看到贝尔先生跟孩子们又唱又跳 那么趁这个春节这样特殊的日子呢 也希望贝尔先生今天也把他的孩子带来了 他将跟孩子们一起给我们表演一首合唱 Doremi 好 我们掌声欢迎 Hey let's start at the very beginning okay It's a very good place to start When you read you begin with ABC When you sing you begin with Dore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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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first grade note just happened to be Dore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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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good are you ready to sing now Yeah How a deer 一 él memerry 和 their Wasser 都哭了 爹 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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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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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前了一半 因为在街里表现得特别好 提前了一半 然后现在回到社会 社会已经回来有个一年多了 经营一些什么都是由现在 这个市场比较批远 经营的不老太紧细 最后人呢 他找到我 希望我包这个 甜妈妈爱心饺子 就是说包成素冻饺子 卖到全社会 老刘你好 那么我想问你 你是怎么认识的甜妈妈 我是在监狱的时候 复刑的时候 通过了报纸啊 认识甜妈妈 就是我当时看了那个报纸以后 我觉得非常亲切啊 甜妈妈这个人不得了 了不起 他就把一份爱心 好像是无私的奉献给我们 就是说是 曾经就是说对社会危害过的人 当我回来的时候呢 那个说一说就去找甜 甜妈妈就是我那个 甜妈妈她那个起初了 她那几个 还我以前那个几个干戈了 对我温慰非常热情 就没有那个 没有急事 没有急事 好 谢谢你 那阿姨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除了像老六 还有他的朋友 这些曾经失足的青年找过您 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些 失足的青年去需要您的帮助 有啊 在我收到全国各地来的信 今天有过四百多方 这个占比例来说就是 十足在狱中服刑的这些人 占了三分之一 他们也就是通过各种渠道 看到我的事以后 从小说我这个作为 没有欺负他们 而是给他们一个出路 给他们一个希望 所以一些人来信里边都是 侧面的要印妈妈 这样的话大概没有办法 我有的我推辞不了 就是侧面的印就印了吧 因为只要好好鼓励他们 能在狱中好好表现 早点痛感前非改造好了 回到回归社会 也对社会有贡献 就是我的一个希望 也是他家长的希望 所以对这些人我也就是 可以鼓励 叫妈妈就叫 鼓励好了以后 出了以后有的来看我 有的就是给我一些 经常来书信 书信来往 有 那么我们在刚才这个节目当中 我们看了就是说 这两家贝尔先生一家 还有王宽老师一家 都给我们表演了节目 那么我们在采访的过程中 我们知道 我们的记者回来说 说您有一首歌唱得特别好 叫爱的奉献 那么我们是不是欢迎田大妈 给我们唱一唱好不好 这是心的呼唤 这是爱的奉献 这是人间的春风 这是生命的源泉 这首歌唱得特别好 观众朋友们 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三个家庭 都是曾经在我们沟通无限做客 而且在观众中引起了很大反响的这几个家庭 那么今天在我们这边呢 做了很多我们沟通无限的热心观众 相信呢大家从这个镜头上已经看到 有很多熟悉的面孔 那么首先我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咱们的 两瓶大妈 苗大妈 大妈您好 来大妈您拿着话筒 您最近在忙什么呢 教学员的 又教学员的 反正胖是不会 这回教学员 叫着做一碗饭吃的 好了不给社会追一招麻烦 大妈您看您参加我们节目两次都说 想入党入党 这个愿望实现了吧 实现的 17号 12月27号 12月27号 那个11点 11点 入党了还给我打红花 是吧 还给我当张 您那天是不是心情特激动 我激动了走沿着流日 是不是 我激动了沿着流日 你不知道哪个特高 我上不上过来催不动 我上不上俩人捞着我 你说我日当的呀 我沿着那路 噗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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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掉下来的咋的 哎呦 香港黑楼香白天香 黑楼板白天板 这位肯入党了 嗯 肯入党了 恭喜您啊 谢谢 谢谢 这个听说你最近 还又收了不少的学员 可是 今天现场来了一位 你说是香港来了 香港来的 你好你好 也是我的学员 这是我闺女 生说闺女了 你好 你好 你怎么知道咱们大妈的事呢 我是去年在看到这个夕阳红栏目 我看到 当时看到大娘在电视上 正在做节目 嗯 当时就把电话号码 什么都记下来了 那么今年又回来一次 又看到我们这个沟通无线的栏目 又在做她的节目 嗯 当时是觉得 不是特别相信 觉得现在这个年代 还有这么大年年老大妈 还得传授这样的技术 嗯 那我就想去试试看吧 嗯 又去新乡找她 嗯 我今年 嗯 十一月份回来的时候 我就带着我妹妹 嗯 一起到新乡 嗯 当时 看到大娘的确 是就像电视上介绍那样 嗯 非常感人 您是去 专程来拜访她 还是来跟她学技术的 学技术 那现在技术学到了没有 学到了 学到了 嗯 大妈也把您当闺女看了 是吧 对 嗯 同时呢 去学的时候呢 当时因为我没有告诉她 我是从香港过来的 嗯 那么讲了之后呢 大娘就跟我很激动告诉她 说我 让你做干姑娘吧 哦 那所以说学的那些东西全是免费的 哦 这个大妈您可以啊 您家这凉皮回头在香港我们也能吃到了 哎呀 还吃到玫瑰的 是不是 哈哈哈 吃到她家的 哈哈哈 哈哈哈 还吃到玫瑰的 是 柳小眼吃到肠玫瑰了 我就得去肠玫瑰整肠了 是不是 我叫她结束 还有今天来了还有一个是现在创业很成功的是吧 哦 是珍州市的 哦 是珍州的哈 哎 你好 你把你的情况说一下 我是那个 三月份吧 看到这个沟通无线的节目以后哈 就直奔苗大妈家 哎 看到当时看到房子哈 比较简陋 我想这么简陋能学到什么呀哈 最后一看苗大妈哈 亲手交给我们哈 我心里可感动 哎 最后把这个手艺学到以后哈 就是说临走的时候啊 非常连连不舍 哎 回来以后我十月份哈 就搞了个小店 搞小店准备开业吧 但是呢 遇到一件最麻烦的事 最头疼的事 让我说很感动的一件事也是 就是说当时那个煤火 那个良品煤火哈 特别难盘 我实在就第二天开业了 盘不成 我心里很着急 就打电话给苗大妈 苗大妈呢 派了她的儿子哈 就是我们的那个校长 哎 半夜赶到我们这哈 十一点盘到两点 哎 第二天我的火哈 比较火哇 现在生生意哈 成功了 在承东路哈 我搞了一个 生意非常好 哎 生意非常好 哎 群众反应嘛 比较不错 所以说我在这里边呢 特别感谢哈 苗大妈 还有我们的校长 在这边早点拜年 好我想那个 呃 这位阿姨 大家一看也不陌生 来 您先拿着 这个 阿姨 这个是红娘啊 刘阿姨 这个最近忙什么呢 今天还是跟人家说得一样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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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忘了我啊 反正是 走也都 都 都学习不好 就是叫他们纯洁愉快 都有一个好朋友啊 是吧 嗯 这个 这个 阿姨前一段 我们根据您的事情啊 我们栏目啊 集体创作 集体表演这个小品 你看了没 看了 看了哈 那现在有些观众 可能还没看的 咱们先一起看看好不好 好 哎 来请放大屏幕 哇哇 这么热闹 周峰啊 哎 你好 你好 有什么高兴事吗 哎呀 这不咱台里演节目 我咱们过来说 这不台里演节目吗 沟通无线的 全体这个制作人员 大家集体创作 集体表演 今天我们家十六口人全来了 是吗 全家福了吗 对对对 哎 那么是不是请刘大妈上来啊 哎 这边刘大妈来了 哎 有请刘大妈 大妈你好 哎呀 张宗你好啊 哎 大妈好 哎 你好 哎 你好 你好 哎 大妈你今天真漂亮 哎 张宗真会说啊 给你打一百分 谢谢大妈 我们现场就来了几位朋友 他们那条件挺好的 就是老大人了 找不着对象 不知道原因在哪里 请您给说喝说喝 怎么样 脚来扮个残毛了 对对对 你看我肿不肿啊 你肿不行 大家说刘阿姨行不行 你也也拜扩张 拜扩张 你扩张又有点紧张了 二位请坐 嗯 你们给大家坐一下坐 介绍好不好 嗨 大家好 这边的朋友 你们好吗 楼上的朋友 大家好 好 谢谢 谢谢 今天的观众好热情啊 他们都说我像刘德华 不过我觉得我更像周润发 哎哎 请坐 请坐 她的指着点 两人指着点冒病 有一次我们俩上街吃饭 她非让我吃蒜 我说我从小都不吃葱姜蒜 你干嘛非让我吃啊 结果她可好 她把那蒜 她把那蒜 把那蒜布塞嘴里了 哎哎哎哎哎哎 别走啊 这算多大的事吗 大家说说 大蒜是又消毒又杀菌 再说了 饭店的蒜 它不是不要钱不是吗 不吃白不吃 哦 狗东吴仙一播出啊 那东北的小女儿看到的喝的那小话 喜欢上了 真的 我今天把他没有带来了 那太好了 我们认识一下 咱们上来吧 欢迎欢迎欢迎 欢迎 哎 哎 这不是春秋风吗 你好 看见活的了 那个老少爷们看见笑你了 你叫老这花年峰二十八 打小脾气至今未成家 沟通无限歌红娘 感谢刘大妈 方才给大妈醒了脸 你你你 把钱还 把钱还 那这年龄出一才百年了 唱那个 你的成龙曲 秋天的歌唱 去唱那个 Cant die 歌唱 来来 我是一棵菠菜 菜菜菜菜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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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 菜菜菜 姐夫啊 我姐这人啥都好 就脾气不好 你要保护好我姐 但是 你更要保护好你自己 你说你这孩子 他咋啥都说呢 现场做了这么多观众朋友 听听他们看法 那种招一个年龄大的 过来人 招个过来人 好嘞好嘞 咱们举手阿姨 愿意发言 结婚啊 最大的好处 就是让你永远有一个地方可去 说了对说了对 但是结婚最大的问题呢 是你永远只能往一个地方去 谢谢 这个人呢说着说着都 不说开着都 这个阿姨 阿姨啊 这个小品就根据您这个啊 做这个节目啊 我们自己创作的 你觉得我们家这人表演 能打多少分 能打100分 又能打100分 就是竹江表演了最好 是不是 你老是给他打分高 我就有点生气 是不是 这个阿姨刚才那个 有一个说东北的一个丫头 看上咱河南的小伙了 您在教的对象师 有这种事吗 有啊 有这样事 就是 有东北 他就是个东北 他给这来打工的 给他介绍了 是吧 这个阿姨 今天是不是又带了一个 自己的这个 自己的劲儿 我给大家说 要快班吧 行行行 阿姨今天就想说快班 我给你拿着 来来来来 您是站着说 还坐着说 站着说 那行行 我还站着说 给大家说 要快班 行 这是我今天才写出来了 嗯 公娘我笑话 说成一顿新开花 要五十岁的男士 又文凭的干部 决认决款都可以 四十岁以下的男士 端婚端婚都可以 三十岁 三十五岁以下的男士 端婚端婚都可以 可以会面 谢谢 这个刘阿姨不失时机的 又又做了一次宣传 那么我们节目可以说 走到今天呢 离不开广大观众的 热心帮助和支持 那么借此机会呢 也向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说一声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应该说今天呢 是这个几个不同的家庭 聚在一起 我们中国人过年 最讲团圆 那同时呢 今天我们沟通无限的 全体人员呢 也聚在了一起 他们平时在这个幕后啊 没有机会跟大家见面 那么也借此机会 我们也给大家表演个节目 表达我们的心情 好不好 好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词 杨茜茜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